那这样咱先假设一下 你丢钱了 你给媳妇打电话 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你认为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假设啊 首先我肯定干不出这事了 为啥呢 就直接打媳妇卡里了 就直接就 呲过去跳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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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录到现在 你终于有一回正面的形象了 你拿着电话 你给你现场 你 呃就 就给你 现场 在那 找一个媳妇 给你媳妇 就是现场打个电话 咱随便之声 营造一个空旷的氛围 然后看你媳妇 什么真实的反应 哎呀 想我 去去去去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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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你那个 说个事 叮叮叮 小事 说 我就是上次 那个 就 那个 不是差 给我差 那个三千块钱吗 等下我以后 然后那个 我来沈阳 到上 好像 我就回来 就到点以后 就找不着了 我就 找不着找 放哪里 找不着 我放包里了 放钱包里了 包放哪 包放我身边呗 那怎么也找不着呢 是我也就纳闷呢 我记得没人动过我的包 我也是 我 你报警啊 你给我打电话干嘛 我又去哪里找不着 不是 三千块钱报警啊 那三千怎么 一千块钱就可以报警啊 麻烦警察同事合适吗 这个 那男生啊 三千块钱 什么时候都三千块钱 就上次那个 就是帮朋友忙了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啊 你不是每次做完活动 回来都把钱交给我了吗 你哪儿是三千块钱啊 不是 我 他正好就是 差了三千 然后就直接 他兜里有钱 就 差哪儿三千 哪儿差三千啊 不是 那个 什么不是 你告诉我 这三千块钱 是什么时候的三千块钱 你给我说清楚了 哪一天的 你是不是 包四望钱的呀 开什么玩笑 潘嫂好 我们是辽宁卫石新孝林啊 哎呀 哎呀 您别多想啊 潘嫂 这没有这三千块钱的事 就五千块钱 到底我啥 没事啊 那个回头再给你打啊 好嘞 我先挂了啊 挂了啊 谢谢盘长 拜拜 你看大发多着急把你电话挂了啊 他就怕再揪出点什么细节来 你们别的什么 有本人你们试试 真的 我都没带电话 我有啊 我有啊 你发现吧 每个已婚的女婿都是福尔摩斯啊 一环一环接着位子 但是我觉得就是 应个中国那句老话 说外面有个楼前的牌 家里得有一个藏钱的匣 你知道吗 你只有把这个日子 交给女人信息嘛 会过日子让她管理好了 你这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呀 当然还是不丢最好 对 这句话是贬经之笔 当然不丢最好 为了大潘的这句话 咱们热情的掌声鼓励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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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